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笨纸白头偕老才走进了婚姻呢 但有些时候事与愿违 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能那么幸福 常年的婚姻生活中 两个人经历了不少矛盾 慢慢感情过于平淡 矛盾一触即发 就会导致感情出现裂痕 如果能够将就这过 两个人也不会走进离婚的阶段 但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想法 那最终也是覆水难收 两个人的婚姻会走到尽头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忽然分开 多少都会有些不习惯 比如想过两性生活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 男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好 离了就离了 开启下一段感情比较快 两性问题更不在话下 但女人却有些难为情 毕竟女人想要在一段失败的婚姻中 走出来真的非常难 而且生活中总会有更多不适应 离婚后 女人想过两性生活怎么办 听听三位女士的心里话 一 离女士 找下一任啊 这还不简单 寻找下一任是最简单的方法 又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了 离开他我也能逍遥自在 我和前夫离婚之后 一个人经常感觉到非常寂寞孤独 时间久了也会想要过两性生活 于是我也找到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和现任在一起 没有太多的磕磕碰碰 并且两个人也没有立即结婚的打算 最关键的是 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挺和谐的 我想如果合适 相处一年或者两年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不会在一段感情的阴影下痛苦一辈子 人生苦短 何必委屈自己 我的想法就是 怎么快活怎么过 只要不乱来 生活中还是充满了美好 谁不想要真爱呀 最关键的是 又有几个人能找到 二 王女士 我忘不了前夫 和前夫偶尔在一起过两性生活 我和前夫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前夫出轨了 我知道后便和前夫提出了离婚 虽然之前两个人也是非常相爱 但是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更容忍不了他的背叛 前夫给了我一半财产之后 我带着孩子独自生活 虽然感觉现在生活非常自由 照样一时无忧 但是也会感觉到孤独 甚至有时候也会想要继续下一段感情 但是之前的伤害太重了 我也没敢迈出这一步 因为孩子一直跟着我生活 所以前夫偶尔会过来看看孩子 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吃饭 喝了点酒就发生了关系 忽然间发现我还是忘不了前夫 和前夫偶尔一起过两性生活 但是两个人还没有复婚的打算 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比较满足 谁也没耽误谁 谁也没有妨碍谁 只是想对方了才见面 三 罗女士 经常和不同的男人聊天 麻痹自己 寻求安慰 我和前夫离婚 主要是因为 男方的亲戚 参与我们婚姻太多了 总是在我们的婚姻中是小伴子 让我和前夫的矛盾越来越多 最终难以修复 两个人选择了分开 由于之前那段婚姻 对我的伤害和打击太大了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现在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不敢迈进下一段婚姻 但是有时也会感到非常的寂寞 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 也非常羡慕 我今年刚刚32岁 我也有需求 我也想过两性生活 但是有心理阴影 我也不敢找 于是我经常和不同的男人聊天 麻痹自己 我经常在网上和不同的人聊天 缓解相思之苦 这样很好啊 自己可以逍遥自在 不用迁就任何人 而且感觉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离婚给男性或者女性 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们有了宝宝 这个家庭中受伤最严重的 就是你的孩子 所以不要轻易踏到这一步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愿意轻易结束自己的婚姻 当然 有些女性之所以选择离开 是因为不能原谅 不能容忍 又或者是忍受不了 离婚之后 虽然可以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但是 有些人却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其实想想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而活 应该活得潇洒 活得自在 没有人想要孤独终身 都希望得到真爱 但有时缘分就是这么巧妙 想要的时候没有到来 但错过了 想要抓住 却发现已经无力回天 所以 当你拥有幸福的婚姻时 一定要珍惜当下 不要做背叛婚姻 背叛家庭的事情 因为 有些伤害一旦产生了 想要弥补非常困难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